一身原住民服裝 這群來自奧萬大 情愛部落的小朋友 靠著一把把提琴 演奏出動人旋律 遠球建設董事長 趙文嘉 情子為小提琴著色 中原地產總裁 黃偉雄 民歌大師胡德夫 也都現身音樂會 能夠找到讓台灣 能夠發光發熱的 讓世界能夠看得到 我們會持續的贊助 談到公益活動 趙文嘉強調 絕對會長期支持 但近期景氣低迷 房市更是動到谷底 外界一片悲觀的同時 趙文嘉卻是樂觀看待 強調房市低迷 絕對只是過渡期 但未來買房趨勢 大坪數物件的買氣 恐怕不再熱絡 爆漲雜誌或者中央公布的 經濟數據來看 實際上這房價在這一年來 因地區的不同 有調整5%到10%是沒錯的 雖然央行最近有針對於 房的貸款利率 有一些寬鬆的一個態勢出來 但是我想這並不是所謂的 未來就一定是這樣子下去 大聊台灣房市 但講到父親趙騰雄的 大巨蛋風波 趙文嘉是低調再低調 負責建設的東西 目前我們提出性能審查 那現在也在建築中心持續審查中 那至於停工的部分 我們還是持續跟政府溝通 強調會改善大巨蛋安全問題 但風波一天不落幕 恐怕趙家還是會成為關注焦點 東森 陳新聞 許少民 翁令七 台北報導 拍開四角 疾問 有請 吝嗇 疾問 讀